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可能也跟未来专利某种程度有一些的观点 如果我们这些外销的高科技的大厂在专利战方面 被其他各国 其实主要是美国几个大厂控制住的话 我们在这方面可能是会持续的盘旋 有没有改善的空间呢 其实我从年初就说起码要破旭 破旭 照目前情况来看的话 因为八月份没有看到什么起色 所以破旭大概是必然 可是破了旭之后有没有起色 我觉得好像是没有 因为那个让它变成蓝灯的原因没有消失 所以这是这个马凯教授 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状况 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三星 被美国的Apple 苹果 那么几乎是重击啊 同样是长方形 长得有点像 翻过侧面来看 后果也差不多 三星和苹果的smartphone 连功能都很类似 这到底是谁 抄袭谁呢 三星和苹果互告对方侵犯专利 苹果认为三星抄袭了苹果iPhone和iPad技术 包括使用界面 还有风格设计几乎都一样 三星也不甘示弱 反告苹果侵权 结果出炉 评审团认定三星 侵犯了苹果智慧型手机 和平板电脑的专利 必须赔偿10.5亿美元 有趣的是 主审法官正巧是韩逸的美国人 打赢了官司 苹果当然很开心 但三星也立刻发表声明 目前在美国智慧型手机的市占率 三星排名第一 以全球来看 今年4到6月的销售量 三星的市占率为32.6% 苹果只有16.9% 只有一半 尽管三星表示还会在上诉 但这起官司已经对市场造成了巨大冲击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这个专利战在过去这几年 非常的已经是全面性的这种展开 但是这一次几乎杀的 这个是刀刀剑骨的这种情形 而且很快的可能就关系到 整个的台湾几个前大 前几大的高科技的这个厂商 这就是我们今天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现在所谓的这个专利 本身它就是几乎就是一个国家的实力 没有 我们其实先解释一下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专利战其实已经绵延许久 从当年Xerox曾经跟苹果有过争议 包含它的界面是怎么做的 但我们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么多的专利战 我们大的来讲就像涛哥讲的 这是国家的实力问题 你能不能用这个方法去遏止你的竞争对手 进入市场这是很重要的 那再来就是很多公司并购这些 包含了Google并购Motorola 包含了之前柯达宣布破产的时候 有很多单位要竞购它的这个专利 那是因为要降低自己的专利成本 也就是我今天Google制造开放一个Android手机 我不希望我里面有很多部分的费用 我必须要付给Oracle 付给甲骨文 付给其他的厂商 所以他要这样做 各位可能没办法想象 在柯达宣布破产的时候 曾经组成过两个财团 市面上的公司 要去竞购它的专利权 这个财团其中一方竟然是今天 敌对势不两立的Google 苹果三星HTC跟LG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原因是因为 如果他们买进了柯达的这些专利 他们本身就不需要担心被人家告 因为跟他们竞争的另外一个财团 他们是以专利蟑螂铸成 也就是这个财团买了这些专利 他目的不是开发新产品 他就是要告你 然后告到你必须要为了这个专利付他钱之后 他就靠这个利润就可以过活了 但是我们这一次之所以看到 这个苹果跟三星之间的竞争 我们会觉得非常担忧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竞争其实主要是在建立进入门槛 也就是苹果今天这个诉讼的目的 让我们讲的深入一点是 相装五件意在配工 其实他想要打击的是三星背后的Google 所以这件事情里面 我们觉得有点尴尬的就是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说很高兴 哇 三星受到苹果打击了 而是我们要担心的是 如果苹果在这里确认了 他的这个案例跟先例的话 接下来的倒霉可能就是HTC 因为Nokia之前也控告过HTC 而Google为了要保护Android阵营 所以他跳下来跟美国的ITC要求说 我要跟HTC站在同一个阵线的时候 我想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议题 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是这样 我国未来的专利战术跟战略到底是什么 这整个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我市场 我只要有专利我把你整个市场封杀 这个比任何的这个战争都要明显 过去战争是炮火 现在这个战争就是专利了 对 事实上以现在苹果 他跟他求偿10.5亿 其实苹果很有钱 他有900多亿1000亿 其实10点几亿对他不是一个重点 但是经过这个求偿 让消费者就知道 我现在已经打败三星了 那消费者在买手机的时候他会害怕 这是重点 对 他害怕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后面是禁止他的手机进入 刚刚那个新闻有讲说 现在三星的手机市场 市占率是打败苹果 他经过这个手段 禁售的话 他可以翻转这个市占率 所以基本上他整个还是市场考量 是 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 这个是在打败了这个三星之后 马上跟着 就是要限制这个三星的八项 这个八款的这个手机 虽然不是目前最新的 但是他这个背后有很深远的一些的影响 我们认为我们大家有很好的空心 感觉去海森为参加Airpac 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 不愿评论 苹果直接要求禁止三星在美国销售 禁止销售的八款三星智慧型手机 但偏偏就是少了最新的这一款 Galaxy S3上市两个月销售达一千万支 是最畅销的Android手机 却没有被苹果点名 原本受官司影响 三星股价27号大跌7.45% 市值蒸发123亿美元 即使八款手机禁止销售 三星28号收盘却小涨1.27% 面对三星在美国市场失利 宏达电尾盘还是击杀 同样是Android阵营 三星和宏达电都和苹果打官司 加上iPhone 5即将问世 苹果很可能赶尽杀绝 三大智慧型手机 恩怨情仇 意识难分难界 TVBS新闻交汉文 曾一平台北报道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苹果目前利用这个专利 是赶尽杀绝 它的背后这不只是三星 这接下来就是我们台湾的HTC 更可能是后面 你刚刚讲的这个Google了 我觉得我们台湾 做这个产业决策的这个关联 多用一点心 跑到街上去看 现在时下的年轻人 我不晓得在座的各位 跟陶哥有没有注意 现在的年轻人 就像学恨这种年轻人 两只手拿了什么东西 一只手一定是智慧型手机 另外一只手可能是咖啡 刚才奉心进来 表示你很年轻 你还是用一批咖啡 要不然就一个饮料 这代表什么 现在全球主要的产业 一个是在智慧型手机 另外一个在所谓的消费 好 那台湾的产业 我们假如说现在专利 逐起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们到底是阵亡的 还是生存的下来 我们就先讲 智慧型手机这一块 这个行业 你知道Apple 占整个全球智慧型手机的利润 66% Samsung的话 出货量是第一 但是它的利润是23% 两个加起来已经差不多90% 换句话说其他这么多 Lokia LNG 还有我们的HTC 全部分那个不到10% 所以这个行业证明老大吃肉 老二喝汤 老三只负责洗碗 好 那现在老大老二 打了这个专利战 这个专利战老实讲 现在这一次这个判决 它最有意义的是什么 不是我里面的这个界面跟功能 什么作业平台 这个是轻换专利 连外形 连那个外形 就是啊 你长得跟我一样 你就轻换我的权利 这样的话 就有足以把老二怎么样 足出去 那变成老大就独持这个市场 那现在Apple 我们形容它怎么样 它有一点是拔剑四顾心茫然 它找不到对手 它过去的这个一年 库克接这个CEO以后 它的市值增加了80% 难怪库克一年可以领 年薪四亿美金 假如我领四亿美金的话 每天我要找人来斗剑 对不对 把你打倒我就赢了 你一定要找一个敌人 你一定要找一个敌人 所以这个专利啊 现在美国 因为它是最大的消费市场 没办法 规则就由它定 你当然 我觉得说我们觉得不同意 但是我不认同 没办法 人家定你外行就不行 所以这样的话 接下来呢 我们的这个HTC 或者我们台湾以后会一档 因为早年我们的LED 我们的面板 我们的这个NB 都轻换人家的这个专利 但是呢 现在的市场专利 没错 如果谈到这个专利 为王的话 台湾的专利 不是这个小台 台湾专利在排名 在全世界 都是在前五名 有时候到第三的 但是问题就是在这个 核心的这个专利上面的 关键站 我觉得还不纯粹 是核心的专利 我觉得重点是 消费者所接受的 那一种好使用的专利 我们没有办法发展出 真正行销到消费者身上 最好使用的那种专利 其实像工研院也好 或者有一些公司 他们的专利的数量 是多 其实也让世界为之侧目 所以那是洛商管理学院 每一次在评比台湾 为什么每一次 在民间的这个竞争力上面 它可以名列前茅 很重要就是专利数 我们在美国所登记的专利数 就平均数目来看的话 常年是前三名 就常年都是前三名 从来没有落聚在第三名之后 所以台湾有一些公司 是很认真的 在申请美国专利的 那问题 那些很大数量的专利 它并不会像说是 柯达倒闭的时候 很多人想要去买这些专利 为什么 因为它真正落实到说 让消费者喜好的专利 是很欠缺的 那这一次其实 当然其实台湾今年的经济的不好 其实是有连续三重严重的问题 这个品牌上面 我们其实受到了重创 包括了宏达电 包括了宏基 这个重创是很严重的 第二个是 在上游的供应链 因为中国大陆要从工厂 转成市场 它的工厂外移了 那我们上游是 那些工厂的供应链 我们遭遇到极大的困难 第三个是 中国大陆有一些产业 过去跟我们是供应链互补的 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竞争者 这个最明显的是在LED 还有在面板产业 所以三重压力一起集中下来的话 我们其实好像突然之间 找不到任何的出路 它的问题关键 还不纯粹在专利这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想要去走国际品牌 坦白说我们的电子产业过去 就是拿美国的一些 就是吃剩下来的骨头 这样我们就减一点回来 台湾就吃得很撑 吃得很饱了 可是现在我们要壮大起来的时候 对不起人家就不会这样轻易放过你 以前你在美国公司工作 然后接着带一点专利回来 没有关系 可是现在人家会跟你追究到底 我觉得这是台湾现在 要开始在这个行业里头 登大廊就必须要去面对的事情 这是必须要去面对 这是刚才一开始 我为什么要请教这个马凯教授 马凯教授对整个台湾的连久兰 那么还是蛮悲观的 认为可能还持续 其实要有一个转款的空间的话 要怎么转 这是其中的一个 你今后如果要真正变成一个 国际的一个主要的竞争者 这个环节 这件事我觉得很难 因为刚才大家都提到 就是今天是一个打专利战的时代 但是奉行说 因为我们没有发展出来 这个消费者喜欢的专利 所以我们打不赢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因素 今天其实是一个打消耗战的时代 你看到最后呢 只有全世界最大的两家可以对打 其他都靠边站 因为只有这两家 它的火药 它的这些这个资源 这个资源是足够的 它可以一直这样耗下去 不会把它拖垮 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钱跟专利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一个关系就是 有很多专利 其实不是这两家公司发展出来 刚刚大家都讲 是它买过来的 但是呢 如果台湾有一家公司 它发明了一个 真正消费者喜欢的专利 它保得住吗 它当然保不住啊 它一定会被架高者出价 在租起就把它卖掉了 对 不用代价而入了 所以事实上你的钱 你的子弹不够多的时候 你有再好的专利 没有用处 这个专利一定到那个最有钱的 那家人手里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专利呢 即使你没有被买走 你没有办法发展出来 它的最大利益 因为它要跟后面的 这个规模经济 要结合在一起 它的战利才出来 你一个小小的公司 有一个这么大的专利 没有用处 因为你其他条件都不配合 这些市场不会在你手里 第三个就是呢 当你有一个专利 而别人也在觊予 或者要剽窃的时候 你需要一个非常庞大的律师团 跟专家团 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他去用最大的火力 去压制对手 所以今天你看到 苹果 他能够打败三星 我想不完全是 这个爱国裁判的问题 因为他是一个 含义的美国人 所以他应该是在这个地方的 他的这个律师团 跟专家团 他的实力超过了三星 所以你把这些条件 都放在一起之后 你发现 台湾即使全球专利 是第三名 我们有机会 进入这场战争吗 我觉得如果这几个条件 都不能够突破的话 台湾没有机会 其实讲的说 这个刚才无论是马凯教授 跟这个奉行小姐提的 我们其实有了这个 所谓的这个 可能这个全球市场 最受欢迎的一些的这种专利 这点这个路线大家很清楚 如果其实我们有市场 最欢迎的这个专利 在台湾发生了 能不能够达成 变成一个主要的 一个在全世界 可以竞争的一个 一项 就是可能 基本上就算我们有很好的专利 像马教授讲的 我们基本上 可能防守的方面比较多 就是我们在做什么产品 然后对方来要求专利 我们可以跟他 等于说谈判 比如说互相cross license 最好能够谈到这个地方 我们不要花钱 也不被告 那我想大概只能到这个 最好是到这个地步 那刚刚可能有两位 都提到柯达公司 大家都知道 柯达其实是做照相的 所以事实上它专利 为什么那么大家都喜欢 因为它是digital image 是影像的专利 所以那就是刚刚各位讲的 核心专利 那可是你说台湾 其实一直都没有 发展这个照相的行业嘛 所以基本上 我们没有这个专利 那它那个专利很有用 其实手机也可以用啊 都可以用 因为它这个就是很 什么都可以用 大家都要用的 那所以说 即使我们有很好的专利 可能我们是站在防守端就 能够打赢防守端 就已经很不错了 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 说要这个能够突破 你要这个突破这个市场 不然的话 那个大陆市场已经转了 藤鸟这个腾农换鸟啊 然后这个欧洲这个市场是垮掉的 美国市场现在竞争这么激烈 就是要靠竞争的 竞争就是一些这种专利上 未来的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站 我们稍后回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台湾有很多的这种专利 那么台湾的专利 但是我们买全世界的专利 一年要付多少 我们能够用我们的专利换回来多少 如果这样子数字一看 如果再看看全世界各国的企业 那么哪家企业是拥有的这个专利 全50大 全世界全50大的 台湾只有一家 稍后回来 全球可能就是在进行 真正的最后的竞争的一个关键项目 就是专利 我们现在让观众朋友来看看 台湾将来要变成 是不是有机会进入一个国际的竞争的舞台 但是这样的一个条件 虽然刚才说我们台湾的这个专利 在全世界这个第三 但是真正能够在消费市场上 广泛核心被利用到的 那么几乎是富毛灵脚 我们就让观众朋友先来看一下这个 就是Siri这个语音管家系统 让陈达教授杠上苹果 语音就在于王俊发研究语音辨识系统30年 手上也有将近20个相关专利 在2005年和2007年 分别拿到行程查询和语音系统专利 但Siri跟他研发的概念却很类似 诺扣苹果Siri侵权跨害打国际官司 可能苹果不了解 所以他就用到他的专利权 所以我就提出告示 我想这个精神是对的 说起话来自信满满 院长拥有专利什么都不怕 可以距离力争到底 换句话说 专利就像是一张无上限的提款卡 但现在台湾面临的困境 根本是没有专利战争的观念 科技业都纷纷沦为外商的提款机 根据国科会估计台湾企业每年付出去的权利金 就至少破千亿 简单来讲 台湾还是要跟国外买技术去生产 从专利大战来看 台湾还是处于弱势状态 从苹果 Google和微软来看 在短短这45天内 就掀起了三起专利大战 对台湾厂商来说 这将是未来面临的新挑战 也是不能不学的一堂课 因为以目前台湾气力专业能量来看 人要保护好自己都还有很大难度 因此未来政府在衡量奖励企业研发时 应该加重专利比例 把专利当作一项重点投资 说不定这样子就能改善台湾的专业竞争力 以后也才能面对全面开打的专利商战中 这个专利变成一个台湾的核心的竞争力 那么刚才看到了我们陈大人为教授 他是虽然胸有成竹 但是人单示弱 你去控告苹果 它是一个集团 它可以撑个十年 那么我们的教授怎么办呢 他有没有这么样的背后的实力 在后面供应它去挑战一个这个世界的一个最强的 刚刚这个马教授特别讲说说 这整个品牌大战是一个消耗战 真的专利就是个消耗战 你从一开始的时候 你如何登记专利 那就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然后接下来打官司在美国什么都贵 就是打官司更贵 因为打起官司来 他可能跟你消耗几年的时间 而整个美国的律师费用又非常的高 同时他必须要去申请很多 我在打官司的时候 我所需要的证据 那个整个申请的成本又非常的高 所以王教授他如果要成功 他必须要找到一个 美国愿意跟他以合作方式 一起来打官司的律师事务所 而这律师事务所规模要够大 否则的话官司没打完 这律师事务所也倒了 就这个律师事务所是不收钱的 而是等到收到赔偿金的时候分成 他只有这样子的方式才有胜诉的可能性 可是我觉得台湾现在 在这个申请国际专利上面 有概念不是没有概念 但问题是对于打官司这件事情 还没有足够的概念 因为我们对于国际诉讼这件事情 所做的准备 其实相对来讲是不够 你可以从友达之前的例子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我们因为很努力想要制造 制造制造制造 然后管理成本 可是对于在国际上面打诉讼 这件事情我们过去经验真的太少 现在已经完全一个不同的概念 这个竞争的概念 那么可能超出来我们长期代工的 那个基本的架构 完全没想到的 其实我还要再进一步讲一个 大家可能忽略掉的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发生在2009年 其实我国的公研院确实很认真 它曾经在2009年在美国阿肯涉州的法院 对三星提告侵犯我26项专利 好 这个听起来是我国非常积极主动的捍卫专利 对不对 但是根据相关媒体的追踪报道 今年1月又有一篇继续的追踪报道 糟糕就糟糕在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后来和解了 和解金也就是三星花钱购买 这26项专利的和解金是15亿新台币 可是问题是在于 听起来15亿新台币好像我国获得了进展 但是错了 因为公研院连这些专利还有其他许多专利的 未来8年的过去未来跟现在的权利 一并卖给三星 甚至还包含集于专利授权的第三者 也就是今天那个专利如果我授权给别人 三星还是可以掌控它 这产生一个问题是 在台湾的科技业界一般认为 这15亿新台币所卖出去的专利的影响力 高达100亿新台币 所以当时公研院受到很大的抨击 也包含这会让台湾的经济部 所谓的IP bank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专利 及国家力量的这个概念 做不下去 但另外一个 我有朋友在公研院 他说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公研院 是因为公研院近年来的预算 被不停地删减 然后很多人说他的公研院院长是肥猫 所以导致公研院被迫急着要有斩获 就他们要赶快有现金进来 所以当他们做比较攻击性的专利防御的时候 觉得拿到15亿很多了 可是偏偏这件事情问题就在于 台湾的政府没有那么有前瞻性 他没有看到说这15亿的26项专利 其实价值超过100亿 而且是可以拿来巩固国内厂商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个很怪异的状况就是 大家都变得像孤城镊子一样 你公研院手中有专利 可是问题是政府预算不够 也没有给你足够大的弹性 等到你去赔偿了15亿新台币之后 大家才谎人大会说糟糕这值100亿新台币的时候 至少就这一件事件来讲 我国在专利战上面变成一个很糟糕的状况 就是我们未来如果没有这些关键专利 我们只会变成各大厂的马前卒 所有的各国的大厂都跑来你这边 要求你这些代工厂给我申请专利 然后你来负责跟人家打仗 那这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个位置 马前卒还不错了 基本上就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者富庸 现在情况大概已经很快速的变成如此 不过你其中提一个概念 这就跟我们台湾长期以来 这个礼盲跟这个民粹的 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联 大家常常记得 你知道看到什么工研院 或者是政府的一些高科技的这种单位 请来的是主租职说薪水三传肥猫 找一个律师三传肥猫 这个律师律师可以让你赔100亿美金的 这样的可以让你赚100亿 这刚才这个活生生的例子 这是我们目前台湾从09年到11年 每年付出的09年已经是对海外 在海外买这些所有的智慧财产专利权 就已经破千亿了 到去年就已经1740亿 那么今年可能会更超过 往这个2000亿 但是我们台湾的专利能够卖出去的 只是100亿120亿到现在251亿 这就是你刚刚讲的 那整个的那个 整个的那个氛围 那个宏伟的那种站立 那个眼光跟那个后面的背后的 那个集团的资源 我们现在真是讲起来 其实我们有了很好的专利 所以刚才那张图表 其实对台湾来讲我们形容 我们好像赚利权永远在入超 对不对 我们买进来的多 卖出去的很少 其实我们引用一个预演故事 有一个年轻人 最近都很不顺 有一天心情温柔到海边 那旁边有一个这个老人 就会说年轻人你怎么这个心情那么不好 他说我现在工作什么都不顺 然后这个赚钱也赚得少 这年轻人可能在台湾 年轻人大部分台湾的年轻人都是如此 就这个老人就从口袋里面拿了一粒沙子 一丢丢到那个沙滩上 然后说叫年轻人你把那个沙子 我刚才丢的那粒沙子 你再把他拿回来 他说这不开玩笑 这不丢了就都找了找 好那另外一个口袋 再掏出一个珍珠丢下去 你把他找回来 马上就找回来对不对 所以台湾现在的产业 包括这个专利 我觉得为政者 还有我们的产学界 还有这个全民都要共同 我们要当珍珠了 那珍珠的时候 我们现在比如说洪海 它是在专利里面 排在前面的公司 但是它都在工化 制成 它必须要学三星 你不要看三星这一次打输 三星还是很强的 三星是锤子整合 十年前它还不是跟我们一样 做代工 现在锤子整合 我觉得这一次 洪海要去露骨这个夏普 我觉得政府要帮忙 当然政府现在已经可能 有在帮忙 因为夏普你不要看 夏普成立了百年 它最早是做那个电晶体的 夏普很早以前 它已经开发 它第一个薄膜的太阳能的技术 转利 只不过那时候觉得说 这个好像还没什么 有吧 病在这个地方 所以假如洪海 露骨夏普 我们取得更上游 垂直整合的关键的这些 转利的话 对台湾的不是只有洪海好 对整个台湾的这个产业 都是好的 但是就怕台湾长期以来 近视久了 不管是政府 政府在这个民粹的压力之下 不敢动 那么大家是近视太久 看得很近 没有办法看远 如果台湾持续在这种情况 我们稍微再继续回来 现在21世纪 没有什么船舰力炮 我就是专利 我可以客死你 马上回来 这个整个的一个 全球的专利的这个竞争 已经几乎是 这个第三世界 这个大战的这种开始 但是我们台湾的 这个竞争力在哪里 这一点让观众朋友 来看一下 全球50大的这个企业专利 前面50大里面 我们的洪海 是排到第九位 已经算是不得了了 可是全球50大里面 也仅之于代表 台湾只有洪海 那么美国有17家 日本有18家 韩国有6家 你即使日本有18家 像刚才马凯教授讲的 又怎么样了呢 对 他有18家 结果这个三国战争里面 连日本连插都插不进去 其实台湾的 这个情况是这样 台湾在技术研发方面 有中小企业 所以我们过去呢 真正我们最大突破 是工业院 我们利用工业院这个力量 来帮中小企业 去做这种 有非常大规模经济的 这种研发活动 但今天呢 当专利变成战争的标的的时候呢 工业院 他应该负的责任 将来扩大 他扩大到 如何去保障台湾的这些 比较小的企业 他所拥有的专利 让他可以发挥真正的 这个实义的战利 但是刚才 这个学恒兄已经提到 工业院今天呢 他连他自己本身的专利都保不住 不要说保别的企业的专利 而政府 连保工业院的专利的这种决心 跟这种眼光都没有 能力也没有 所以今天其实你看到这些 这些专利战争呢 那都是国家级的战争 一个三星是五分之一个韩国 一个Apple 胜过全球不知道多少国家 台湾 小小的一个台湾 你要去打这个国家级的战争 你没有整个国家投入 你怎么可能打得赢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国家 尤其是领导者 他需要有这样的认知 就今天 这个已经不是一个企业的事情了 今天这些事情呢 已经大到规模 已经不是 你一个企业可以承担的 国家必须要出面整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在刚才讨论里面呢 蔡总提到一件事情 她说今天 Apple控告这个三星 这个违反他的专利 其中包括外形 就是这个长方形的这个外形 变成Apple的专利 这个事情我觉得 好像违背我们的一般的认知 哪个手机不是长方形 它独霸现在 使用的一种模式 事实上是这样子 就是 其实Apple的起家 绝对不是靠专利 Apple起家是靠Jabs 而Jabs呢 它不是一个专利的 一个发明者 它是一个方向的创新者 是Jabs这个人呢 他开创了 如何把资讯产品 硬体 跟文化设计 跟文化设计 美术的软体结合在一起 然后呢 他非常的完美主义 让他的很多的想法 去压迫生产者 把它制造出来 这些都不是专利 也不是买得到的专利 这个才是苹果真正的精神 我认为苹果其实今天 到了拿专利来压人的时候 是他已经走到末路了 他现在没有 前面已经看不到路了 他只能拿我 我拥有这么多专利 我把这些门 这些路 全部封掉 我支撑他的霸击 让别人进不来 但是走到这一步 其实我觉得苹果已经不可谓了 问题在于 宏达电 在跟他们竞争的时候呢 宏达电最欠缺的 就是Jabs这个精神 就是如何 把资讯的 硬体的制造 跟文化艺术设计 结合在一起 宏达电到今天 还不懂这一套 如何去追求一个完美 然后把台湾的制造 整个的力量全部合在一起 把他激发到最大 其实 这个Apple的很多东西 是台湾帮他弄出来的 像这个触控面板等等 所以我觉得 其实今天在这个时代呢 你要是跟别人 斤斤计较于什么专利 我觉得那个已经到了 这个细致末节去了 真正还是那个创新的精神 如何让他能够出来 然后让他引导一个新的方向 我觉得战场 要透过这个方式 你改变战场 转移 然后你才有升级 可是如果这个战场 在目前已经被设定这种情况 而且这个路线大概很了解 在未来的相当长 可以预见的一段这种时间 台湾企业如果 你即使用国家的力量 那么都不一定能够达成 但是现在很明显地看到 国家力量已经是被 各种的民粹绑架的话 台湾企业上去都被深吞活泼的 对 这个事实上 比如说外国公司来的话 他跟你谈开专利坦的话 他不会说我有30个专利 不是这样 我有一千个专利 那台湾的公司真的 比如说你要申请一千个专利 需要有规模 像鸿海可以达到 但是很多中小企业 根本没办法达到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想各位刚刚有 朱先生啊 那个总经理都有提到说 就是一个态度问题 我觉得这个国家 马教授也提到 这国家 企业 个人都要改变态度 比如说我们现在追求 年轻人他追求他的职场的话 他可能拿了一个法律的学位 他应该再去拿个电机学位 或者说拿一个电脑学位 甚至于一个设计的学位 这样他才有办法说 你就是在人才培养上面了 对 人才的他自己的自修 个人啊 这是个人的努力 那企业可能就是要对个人 比如说提供一个升迁管道 让他比如说有这种技术的能力 可以比如说成为一个科学家 公司的科学家 那不只是一个工程师 对 不只是一个工程师 他可能他这样做了以后 他有多少个专利 可以平等他 那国家呢 能够奖励这个企业 可能需要一路上这样做下来才行 其实我们有一些 中小企业 就是说我们当然现在看到 苹果啦 这个宏达电啦 他们是很炫的一个产品 大家都注意到他的专利 他有一些那种不起眼的公司 比如说像东龙五金 他拥有很多专利 一直在所有方面的 那比如说像上云工具机 他们也拥有很多的专利 就是说有一些像这种传统产业 其实我一直认为 台湾要走德国瑞士的路 就是因为德国瑞士是走中小企业 那他们的专利 就是在很多的精密技术上面 那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要像走韩国的路 坦白说一个三星 它的整个全年营收 相当于纽西兰 相当于密鲁 相当于罗马尼亚 它整个的营收 搬到台湾来的话是三分之一强 我们真的能够容许台湾有一家企业 它大到占台湾整个GDP的三分之一吗 那好像也并不太妥当 因为以南韩的这个贫富差距来看 我并不觉得我们真的要走那条路 所以那个走那种更精密技术上面的那个专利 然后走到我们在世界这个 我不要讲说说在世界 全亚洲台湾就等于德国 就等于瑞士的表征的话 那我觉得台湾就会有一条很棒的出路 那如果这就是一个未来主要的核心战场的话 我们稍后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大家来思考一下 往哪个方向 马上回来 我们就回来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如何在这个全世界的新的这个竞争里面 台湾不能够改变整个的国际的游戏规则 那么但是台湾你去在这个现有的 这个专利的竞争的规则里面 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资源 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视野 可是怎么样能够存在 这个很简单的 台湾的这个整个的大厂的几家合起来 包括工业院合起来 3150件的这种专利 抵不过三星一家 4518的状况 我觉得其实大家要知道 我们要支持国家来打这场战争 要有多大的规模 2011年北电的6000项专利 准备要抛售的时候 Google那时候说我要用9亿美金来买 Google已经觉得自己非常棒了 我要出很多钱了 但是最后它又被苹果跟其他的公司组成 包含了Sony 所组成的财团 买下来花了45亿美金 Google的股价因为这样掉了10%以上 那你仔细去算一算 6000项专利 45亿美金平均一项是750万美金 台湾能不能支援这样子的专利战 我要转向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想呼吁所有的甚至包含的家长 请大家仔细思考 所谓国家的专利战到达什么程度 各位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 苹果在去年通过最恐怖的一个专利 叫US8046721 这个专利是什么 叫做滑动解锁 也就是这世界上所有用这样子的动作 不管往下 往左 往右 往上 去打开待机模式的手机 全部都落在这一个专利手上 而且各位你要仔细去看那个专利 你可能没办法想象 光是这样一个动作 苹果光是以step by step的图解 他用了17页来解释我的滑动 是怎么样滑动 包含了单点碰触 包含了往什么样子的方向 整个专利书 我光讲一个我们用4个字就讲完的 这个滑动解锁 他用了28页来申请 所以我要讲的是 其实所有人应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 台湾未来不见得要再把 所有的人才的投注训练在所谓的机械 或者是电机人才上面 设计人因工程 甚至消费者的思考的这些人才 其实很重要 其实比我们想象的重要多了的时候 如果台湾接下来要打这样子的战争的话 你有没有能够把滑动解锁 这样子的专利限制 跳脱的人才 接下来有没有台湾有一个人 有一个设计师可以想出来 我以后不用滑动解锁了 我用三点解锁 我是笑容解锁 你看其实真的 我记得没错的话 三星就开发出来脸部辨识 你在那边对他笑一下他就觉得这个可以打开了 我们需要是这样子的人才 而未来台湾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才 有没有这样子资源的时候 要看国家的领导者有没有这么远的眼光 现在这个更可怕你现在谈到的其实 每一项的产品每一个的专利 决定我们的生活的方式 你现在其实你知道未来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被掌控了 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是谈到的什么利润的问题 你生活的方式 你过去一百年以前说什么船舰力炮 可以这个帝国主义出来 那么可以有各种殖民地 那时候你还可以反抗 你现在这个以后控制你的生活 你还心甘情愿的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 假如说请全国之力 我们要去跟人家打这个专利战 老实讲现阶段我们评估自己的金量 老实讲做不到 我们砸不起那个钱 我记得郭台铭曾经讲过 他说曾经他到美国 他准备去做什么投资 结果那律师跟他讲 没啦 还麻烦 来 我告诉你更快赚钱的方法 你有没有客户 客户最好是美国前五八大的企业 有啊 当然有客户 然后就找这个客户里面 生产什么产品 他就可以招那个漏洞 你那个漏洞 有没有轻换人家的什么专利 来打这个 赚这个钱还比他快 所以美国你要跟他打这个专利 你所谓的专利流氓 对 很难 但是我觉得台湾 我们要抛弃的就是说以前的代工 我们就被这个代工 你假如30年前 20年前做代工的话 我们在Wintel的时代 就是Intel跟微软的时代 主导的PC时代 我们做得很成功 但是有时候人成功就会懒惰了 好 就以为我这一套继续的 现在苹果的双i产品 这个平板跟智慧型手机 已经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情况 很多的企业都是在这个苹果双i产品当中 即将被淘汰 好 我们不能再用做代工的方式 所以我们要发展什么 可辨识的品牌 我们举一个例子 你看一百年前 铁达尼号沉没了 什么轮都沉下去了 什么东西都沉下去了 包括捷克都沉下去了 对不对 但是有一个东西浮上来 LV的旅行箱 扶上来 LV的100年前的LV的旅行箱 到现在那个样式 那个品牌那个外观 还是一样 它是名牌 所以台湾就要发展类似这种的 可辨识的品牌 我再举一个例子 你觉得西班牙今年欧债很危险 股票跌得稀里花啦 西班牙最大的那个服装品牌 拉乱 股价是创新高 他的老板 超越了这个巴辉特 成为全球第三富有的人 怎么会这样 西班牙这么惨 这个老板这么有钱 为什么 他靠这个拉乱的品牌 给人家感觉一看一穿 流行 对不对 但是又评价 我觉得台湾这一部分 我们不是没有实力的 专利打不起 尽量去打 但是你也不要 再让自己很为难 但是我们台湾很多的品牌 现在也许是一个中型的企业 慢慢的茁壮可辨识的品牌 我觉得这个比打专利 有时候台湾更有花专 其实你谈的 就基本上是国家的这种战略 这不是一个哪一个企业能单独 国家战略必须要这个规划出来 这点陆先生大概最能够谈到深入的 就是你刚才包括 那的话薛恒提到了很多的人才 可是陆先生看到的人才在你这个行业里面 具有这个专长的 能够有这个各种的发明的这种状况 可是在台湾的身份地位收入都是 对这个因为我们台湾 基本上比如说一个公司里面 就是你是工程师 然后科长 然后经理 然后副总经理 但是这个都是管理职务 但是你没有那个 就是那种技术背景的职务 就好像scientist 那我就实际上碰过一个 其实大家都说笨笨的工程师 你知道我在美国碰到他是生活超级笨的 但是他大学毕业他常常说 我那个博士的弟弟常来问我数学 那数学好都不得了 那他在公司最后的职位是scientist 那也很受人家尊敬 就最主要受人家尊敬 尊敬 然后 有荣誉感 对 有荣誉感 然后那另外一方面你在实质上 也是需要跟这个link起来 等于说除了管理职位的这个薪水 你要想象他的技术能力的薪水 所以说基本上应该要齐头必尽 那这种方法的话 可能就会鼓励很多人 会往这个方向走 就是让这个行业贡献心力的 能够真正的 能够变成受人家尊敬 不过我们现在谈的是 国家的这个整个的战略 陆先生这种想法 我们讲了20年 事实上呢 台湾我发现是一个 最轻视技术的地方 不但一个企业里面 有技术人不受重视 今天连技术训练的体系 全部毁掉 没人在乎 所以这个国家讲技术 老实说呢 根本不够格 但是我们今天碰到像红达电 要跟三星 要跟apple去面对面对抗的时候呢 我觉得其实刚才奉行 那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整个思维就是 我要转移战场 我不要去碰敌人最尖锐的部分 我要去找敌人 他不愿意 或者他根本就不想去触及的那个地方 我们去碰 所以 其实奉行刚刚提到就是 红达电 如果他今天在中国大陆 可以找到一群人 帮他去发展各种软体 他也许可以变成那边的apple 而apple反而不见得能够进得去 对 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 我们在讲这个apple 讲三星 讲红达电的时候 你们发现德国没有其中任何一家 但是德国今天国力是强 没有人敢忽视他 所以德国显然他不是跟你去打这个仗 这个仗 他打的就是 我是一个全面的 我是蚂蚁熊兵的 我是非常多的企业 他说每一个都在世界里面 占一起之地 这样的国家到最后就变成一个强国 台湾其实今天呢 我们既没有这个实力去跟三星去碰 不能跟apple去碰 所以我们就避开他的这个这个风 我开始去找我们自己的利器 这就是我们过去在谈的这个 也是政府说要找寻一百家的这个中间的这种实业问题 马凯教授一直在强调可能不止一百家 可能要上千家五百家 到最后能够所谓一切都必须要核心的 政府的国家的战略是什么才能够 就是它是必须在某一个领域里头有核心竞争力 这个核心竞争力 有的时候我可能并不是那么尖端的 坦白说十一住行育乐 样样都可以发展它的核心技术 ZARA的核心技术绝对不纯粹只是说 大家看了觉得好看 它一个礼拜可以领入所有的这一个新的款式 它那个制造感流行的速度 以及我在制造那个link的那个强度 现在没有平价品牌可以跟得上 所以它可以永远世界第一 这就是它的核心技术在衣服上面 它都有它的核心技术 所以这个核心的竞争力对台湾来讲 我觉得有很多的公司默默耕耘很多年 它其实加把劲 它可以去出国比赛 就简单来讲它是有能力出国比赛的 我们就帮助他们出国比赛 他们成功了 其实整个台湾很多的产业跟得带起来 但现在就是在时间上的这个问题了 这个 他们不需要你政府 我做多大的协助 只要你把基本基础上 规划出来 让大家有这个机会往前面冲 台湾人冲得比谁都快 也不能妄自菲薄 我们接下来2100全面开展去 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包括了这个 小于500平的这个双北的国有地该不该开放 但是这个马上引起来说 这个如果开放的话 你就是政府带头炒地 同时另外一个角度 南台湾尤其高雄的房价 逐渐的在回温 而且那么是北温南热的情况 那么这个是不是很多人说 是在高雄开始看到的 可能未来这个春宴先到了 我们稍微回来就这个角度 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 outside 同时